在不同物种之间的动物关系中 熊、狮子和老虎是三种不太容易相处的物种 它们之间的友谊非常特殊 很难想象这三种动物不仅能相互相处 而且能够共处同一房间 甚至一起玩耍、入睡 大约十五年前 一群志愿者在一个偷猎者的房子里发现了这个组合 由于没人照顾它们 这些动物被带走并分配到一个环境很好的的保育场所 起初保育人员计划分开这些动物 让狮子和狮子待在一起 让熊和熊待在一起 让老虎和老虎待在一起 但是动物们很明显对这个决定感到十分生气 这显然是因为它们在一起成长 并且在野外早已成为朋友 在野外 这样的友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首先 所有这些动物生活在不同的生活条件下 其次 对于大型食肉动物来说 领地非常重要 狮子 熊和老虎都不会共享领地 但由于这些动物从小就互相认识 它们习惯了这种情况 它们之间没有竞争 甚至无法把它们分开放在不同的围栏里 名叫利奥的狮子 名叫扎克的老虎 和名叫巴鲁的熊将继续生活在保育场所 它们远离了野外 这样一个组合在森林或丛林中是不可行的 搬到新家后 这三个伙伴起初对人类有些警惕 不相信任何人 当他们意识到在这里受到照顾 被喂养和被爱时 他们开始信任志愿者和兽医 他们逐渐开始新人工作人员是有一定道理的 工作人员为他们选择了适当的饮食 在中心工作人员的专业帮助下 这些动物康复了 伤口愈合了 它们变成了非常有爱的动物 在15年的共同生活中 得到了很多关心和照顾 然而 不幸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狮子力奥因治疗无效的 和无法进行的手术的肝癌而去世了 现在只剩下孟加拉虎社肯和熊巴鲁两位朋友 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剩下两位朋友的状况 以防止他们陷入抑郁 不幸的是 在2018年 老虎蛇肯离开了这个世界 巴鲁仍然活着 诺亚方舟的工作人员总是陪伴着他 以防巴鲁熊感到孤单 熊对友谊对象非常依恋 没有人类的帮助 一只熊很难在失去了友谊的对象后生存下去 这是另一个不同物种之间令人惊奇而坚强的友谊的例子 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 因为人类的友谊很少如此无私 一位女士在一座废弃的房子里找到一只饥饿的斗牛犬 她没有食物 腿也骨折了 如果不相信命运 那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呢 一只狗被关在一座废弃的房子里 注定要受难 腿骨折 没有食物 当然 她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不是吗 然而 当劳拉的弟弟正巧想要清理费城卡本县的一座老房子时 她发现了被锁的房间里的狗狗雷米 雷米处境非常危急 弟弟告诉劳拉后 劳拉知道她必须去看看这只小狗 一见到劳拉 这只可怜的斗牛犬就开始摇尾巴 生活由此将劳拉和这只狗狗连结在一起 从那时起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一起认识一下雷米吧 这只在阁楼里被发现的斗牛犬 詹姆 拉洛收养了它 我弟弟在卡本县做房屋清理 告诉我狗狗在那里 我让他帮我把狗狗带回来 狗狗一见到我就开始摇尾巴 雷米被锁在废弃房屋里 没有食物或水 他的的一条腿曾经折断过 因此劳拉不得不接受昂贵医疗费给狗狗进行治疗 我们带他去看兽医 打了所有的疫苗 检查了他的腿 他刚到这里时 不能上下楼梯 因为他的一条腿之前折断过 现在我们要帮狗狗把腿恢复 只是目前不是最佳时机 所以我们还在等 雷米现在可以走路 没有问题 他还能用后腿跳起来 劳拉一直在寻找可以领养雷米的人 但最终决定将这只可怜的斗牛犬 留在自己身边 我们本来打算治好它 然后给它找个新的家 但我们还是不舍得把它送走 雷米现在已经是劳拉家庭的一部分了 看着这双可爱的狗眼睛 谁能抵挡得住呢 家里还有另一只斗牛犬陪伴着雷米 雷米曾经很害怕 现在仍然不喜欢独自待着 我们养它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如果雷米自己在家 它会流泪 现在雷米有另一只斗牛犬陪伴着它 但它不喜欢独自待在一个地方 然而 在需要进笼子里的时候 雷米表现得很好 由于遭受创伤 雷米不喜欢自己被留下 尽管她的伤势严重 但她正在接受治疗 康复得很快 每一点安慰都有助于她更快的康复 劳拉开始了一个加封限爱的捐款 来募集支付医疗的费用 不久之后 大家纷纷为了帮助雷米 献出自己的爱心 好消息是现在已经达到了捐款目标 总的来说 命运似乎把劳拉和雷米联系在一了起 没有什么能够分开他们